抄底多伦多的房产是实际吗 大家好,我是Sam Liu,杰达地产broker 最近一个投资朋友打电话来 他的解释是通过他的观察 在多伦多这个房屋市场一直都是很strong 那在上一个金融风暴的时间 那就是说是2008年金融危机 多伦多的这个房市从2009年就开始不跌反而涨 一直涨到了2013年 然后这个condo的进展非常好 到了2014到16年 独立屋的房价上涨得非常好 那到了2017年 condo又要猛涨了一轮上涨30多个percent 那后来政府打压银行的限制贷款 然后在种种的这个条件下 也就是1819年多伦多的房市也没有大跌 那现在到了2020年 那这一个可是就是说人类的灾难 COVID-19一发生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都封闭了 加拿大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房市场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观察是说应该又是一个时机 一个机会可以减漏 也就是说抄底 那首先讲他个人的这个条件状态 投资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 他自己有房也有一个很大的mortgage 但是他自己有很高的高收入 年收入非常高 然后到了银行去 银行说可以给他贷款 按照他的收入至少贷个80万没问题 好了他就认为他就可以再买一个房子 然后拿来出租一个自住一个 以他的收入他能盖得住两栋房子 刚刚紧紧张张的 所有的都是贷款 然后还有开支 他的收支刚好盖着两栋 如果只有一栋 他有盈余 每个月可以存点钱 但如果我们两栋都买下来 他就打平了 基本上有点紧张了 只要有个租客 他就能活下来了 好他认为是时机了 可不可以减漏 抄底 那开支方面 他是一定有点风险了 那是不是减漏了机会 我们看一看这几个因素 有几个特大的因素 大家要保持就是说理智 来做就是方程式 你看看你是几个正 几个负 你就知道适不适合你 好了通常我们知道抄底 要在特定的条件下 大环境下 你才会有这个机会去减漏抄底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第一次经历过的是金融风暴 也就是2008年 好了这个是金融风暴 里边确切的有很多机会 over这些个timing 也有很多人抄到底 减到low 这是一个机会 那现在我们给它归类为 人类的灾难 COVID-19 现在是人类整个各个国家 200多个国家都有这个COVID-19 各个国家都封闭自己 那接下来会是什么现象 那另外一种可能发生的 就是经济萧条 也许是大萧条 在这种时间下 理论上是很正确的 抄底简陋 好了 但是你要是没有一个几个支撑点 你光靠理论还生存不下去 活不过来 那好像我们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抄底必须要有资金 资金储备是不是很好 那好了 资金的储备也有两种玩法 一种玩法就是用现金 资金储备很足 用现金去减漏 很好 一定赢 那第二个就是说 要到银行去贷款 贷款就要求银行了 大家知不知道 银行的体系是怎么玩法 当你借钱的时候 缺钱的时候 银行是不给你钱的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在大的环境下 整个有危机的时候 有风暴的时候 银行是不给借钱的 门口一锁 后门一锁 放水 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等你需要钱的时候 不借给你钱 反而呢 智慧繁荣 经济繁荣的时候 你不需要钱 你又有很好的信誉的时候 银行拿钱给你去借给你 这就是银行的体系 你一定要跟他配合好 你能借到钱 你才能抄底 好了 我们讲到抄底就是玩杠杆嘛 好了 玩杠杆可以用现金玩 也可以用银行贷款 到处去贷款也行 来玩杠杆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目标性 你有什么目标 你是想抄商业大楼 还是商业铺面 还是抄工厂 或者是住宅 住宅你是抄独立屋 还是抄townhouse 还是抄condo 这个你要有目标性 而且接下来目标性选择好了 是良性的 而且你还要选择怎么生存出来 那就说他的收支是多少钱 开支是多少 你能不能把收支跟开支的平衡 好 如果不平衡好 你能生存 填补多久 你才可以进行这个抄底简陋 不然的话 首先大家知道抄底简陋的这个字意 就是抄人家底嘛 别人没有机会了 你有机会 那你的机会就是你能生存过去 你怎么生存过来 好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几个三个点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案例 就是说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2008年 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全世界的这个金融突然间股票下跌 房市下跌 好了 加拿大也是一样 股票下跌房市下跌 但是多人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下跌到半年左右之后就不下跌了 房市开始抢 哪里抢 当趟的房价往下跌 North Shark的房子往上涨 而且当趟的Condo楼花 预期货 发展商每个人都轻框 不敢留全部减价便宜推出来 我们发现有这种现象的时候 觉得不可能 因为胡滨看到胡的房价又大又好 跟North Shark的Condo的房价还小一点的一模一样 这就是机会 这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跟产品都对路 刚好我们又是做房地产投资 专检Condo楼花买的 看到这个市场 我们就把自己的客户 然后做了一个大量的研究调查 然后发现机会太大了 但是需要资金哪里来资金 好了 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解决方案就是 用我们的一开二二开四的游戏 好 我们当时在North Shark投资 早期投资 有一个客户 这就是他的scenario 早期在2003年的时候 在North Shark Center买了个一房夹蛋 20万有parking 收楼之后就租出去了 到了2009年时候 一看市场在抢房子上涨 市场上一摆出来 31万即刻卖掉 卖掉之后 他的mortgage也公掉了七七八八 当时十几万的mortgage 他也自己一路付 然后再加一点 后来剩了七八万mortgage 那他就有大概20多万的现金 拿到这20多万现金之后 我们就到湖滨 Liberty Village 去压两个两房里 一个两房里 那个时候才35、6万 我们买了两个 每一个都有35%的首付 借65%就可以了 所以等了一年之后 他收了两个两房里 拿了两个mortgage放上去 出租的时候可能当时很紧张 大概还要补100块钱每个房子 因为当时租才租2100 因为他的开支超出2000块钱 所以他就补了一点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投资买这个期货的时候 是买这个台阶型的 2009年买现货 然后2009年买的都是2011年 2012年收楼的货 所以2010年买2013年收楼的货 这是一路就往上买 在那个过程中 我们就是团体揭答地产 就是把大家投资团体 都把自己的资金抄出来 房子能卖的卖 抄现金 你需要现金 然后玩杠杆建银行 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堆 然后总体一核算 在Liberty Village King West那个地方 还有在那个飞机厂 Downtown飞机厂那个地方 混合在一起 买了100多个单位 然后就是每一年收楼 每一年收楼 每一年收楼 在这个过程中 银行 刚好银行是大力的支持 所以银行贷款很简单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拿下来 然后就收租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迟 每个人就越来越轻松 为什么 租金在逐渐上涨 Mortgage利息在下跌 在这种同时 我们的租金收了高 然后开支少 所以大家在租金上也开始赚钱 然后Mortgage上面也赚钱 在这个过程中就活下来了 那就说在利润上面也赚钱 那就说今天都翻倍了 好也就在十年不到 短短就翻了一倍 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危机的时候 我们踩到了这个点上 但它具备了有两三个东西 天师地理人和 那好了 在这个天师 那就是在危机的时候 那地理就是说多伦多 为什么多伦多 多伦多首先 它有足够的这个就业机会 还有大量的移民在增长 然后大量的需求 不断的在增长 所以这个房市就开始 一直往上走 对投资者 对简陋的这一批都赚到了 好这是一个利好 但是有没有失败的消息呢 有 也就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 有一个外国的企业 来我们公司 就是调查通过朋友介绍 我们的投资客告诉他说 我们做得非常成功 他们就过来了 好就说 为什么你们能在这个 同样的运作方式 你们能赚到钱 还能帮客户来维持的这么好 没有人往里头贴钱 他们的case是这样的 他们在2009年 就是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他们在美国一个小城市里边 就是一个地产的经营者吧 跟他们洽谈上去 就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简陋抄底 大概几万块钱就能买一栋房子 在美国一个城镇不大 但是呢 几万块钱就能买一个 他这一口气买了三千多个单位 买下来之后 他用现金买 就认为他们的预算是 五六年之后市场回款 他就可以卖掉 至少赚一倍 没有问题 然后撤人嘛 撤资 在这种情况下 到了两三年之后 发现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 首先他们的开支 他们没想好 因为在一个城市里边 人口流动不大的情况下 又在金融风暴的过程中 根本就没有就业的机会 也没有新人进来 而且大家还在 没工作的情况下 银行不贷款 也破产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流通了 他只有拿了一堆死的产品 而且还要维护 空房子 大家都知道 下雨多的房子要维护 没人住的房子要维护 还有他的管理费 地税 人员管理 后来就说 一个很讨厌的这个现象 就是说 修个马桶 要一两百块美金 那你说这个房子 需要多少维修 需要多少钱往里填补 在这两三年 他们没有赚钱 还往里头一个劲的在赔钱 所以他在咨询这种过程 他的缺点在什么 天时地理人和 不具备 第一天时具备了 地理不具备 地理他刚才讲 多伦多对比 他们那边没有人员流通 没有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个流通 基本上就是资金 就是越缩越小 而且房子越久越烂 越烂越需要钱管理维护 所以他不具备第二个地理 第三人和也不具备 就是刚才讲的 他用的全是要花美金 一个厕所也要用一两百块维修 摸摸这里 洞洞那里也要一两百块美金 你想想整个房子的维修 需要多少钱 所以他天时地理人和只占了一样 没把握好地理跟人和 所以他的区别在这里 通常在这个抄底 必须具备这几样东西 首先你要有资金类储备 怎么样进来 第二你要有产品的目标性 赚不赚钱谁来使用 你能生存下去 第三就是生存力 你能生存下来了 因为别人都趴下来 你给他接过来了 你能跑多远 你凭什么跑那么远 你拿什么来支撑着你跑得很远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观点 关键性的东西 就是你能生存出来吗 好 那现在是不是机会 大家自己看看自己的袋子有多深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那就看看你能走多远 能不能等到下一个 就是说灾难过去了 又来个大萧条 你都能走出来 你保证赢 如果你走不出来 现在还不是简陋的机会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